雖然因為關火和國家社會的概念結條 和土地保養的情意出現了改革的可能 不過結條過程中 也許多出現相控正論的領域 公司的經理說 航空的建築不一定對到核心的安全帶來幫助 代表揚這隻航空相片沒有關於核心 也還發動核心進行空間 不然國港的核心順調和經理說 這樣的說法不對 它絕對沒有記者 協商的情形 它還競調保護學生的小孩上下口的安置 發動空間並沒有錯 可以講叫我們在四球沒有錯 是因為你剛剛有一個白布條寫什麼 你們知道嗎 協調會過程所處出現相控正論的領域 保理正面代表會主席創文長 這幾經過過程好好鼓掌協商的台島 校方有一個鴕鳥的型態 不溝通不協調 只有我們正的工作去找校方 校方有時候還必不見面很忙 我在8月3號才接任校長 你們在我第二週的時候 一開始就要來多用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告訴你們 在9月17號就來辦理這個 這個多用的問題 然後你們也派了人 我們也來討論 對著學校採用空間的手段 創文長也相當沒辦法理解 哪有公部門對公部門過白布條 這個是最原始的 你校方在教育學子的時候 你同時弄了一個最快的釋放 我們在當下非常的緊急 禮拜一就要動工了 所以我們是適當的做出一些 阻缺動工的一個訴求 另外今天協調會中 相當為他無共識的部分 曾經臨任保理高工主任教官 憲任保理頂公所主 在所縮定做訓練 也因為學校適當條件做法 所以考慮的根本不是問題 哪一種情況是對學生安全是最危險的 一定是出來以後走人行道 然後直接上市 這是最安全的狀況 所以你在側門進出 你需要另外一位教官 或者是有這個導部的學生 在那邊做交通路隊的導部 所以在人力資源應用上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向方正論不算 南道官副管長 但正先換去跳出來打檔了 希望大家放掉真正的不爽快 光景改革問題比較重要 既然都發生 又變臨目前整個總見的時候 我們要去突破 不要再去增殖 到底空氣的一些纖維 或是熱的 真的是沒有必要的 但如果開閉一個人行道 其實跟現在來比 應該是比較 感覺是比較好 如果有人家 現在沒辦法 其實我覺得 比較技術性的 就是說 我可能再協調 保理政工所強調 願意用上大聲 依賴法改正論 在學生上學校安全 和解決地理中心 背停車的問題上 創作學校和地方發電 相贏的國民 接下來王教授 蔡鳳報道